可以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现在咱们就开始 前面咱们把这个第二篇的《经病》讲完了 下面我们就讲《施病》 《经》《施》《夜》 这篇里边是三部分 现在咱们讲第二部分《施病》 我们先看原文 《施病》说 太阳病 关节疼痛而烦 在《施病》里边 首先讲第一个就是施病 就是施血导致的弊症 应该怎么处理 那么这个《施病》 首先是太阳病 也就是人体比较表浅的部位的疾病 表现出特点来就是 关节疼痛而烦 这个关节疼痛而烦 因为疼所以说不安 脉是沉耳系 那么只要具备了关节疼痛 脉沉系就是施病 还有施病之后 它又补充了 就是除了这些以外 说施病之后 小便不利 大便反快 那么怎么治呢 是担当力气小便 就如果见了关节疼痛迈沉系 又有小便不利 大便反快 这时候就用利小便的办法来治疗 那么这一段就是讲这个意思 那么什么是小便不利 其实这个在古书里边 包括现代的这个教材里边 很多有人在讲小便不利的时候 总是和那个泌尿系感染对起来 说排尿不通畅 排尿疼 尿贫 尿急尿痛 其实根本不是 小便不利 就是小便量少 就是尿出不来 没多少尿 这叫小便不利 千万不能把它理解成 这个泌尿系感染的 这个小便不利 大便反快呢 就是大便呢 反而是很痛快 甚至就是说有点偏西 容易解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治疗呢 是担当力气小便 就是只要你用利小便的办法 就能好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 只要是小便增多了 湿壁就好了 其实能看懂 但是真正能理解吗 为啥离个尿 这个关节疼痛就好了呢 实际上这里边呢 你要去深刻的去理解它 那么一会儿我们把这个 这个要点延伸 我们延伸开来讲 第一个首先 这个脉尘系 它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这个脉啊 只有血容量不够 脉很细小的时候 你才能够感觉它是细的 而且一般情况下是沉的 所以说关节疼痛 脉尘系 这个脉尘系呢 一般反映的是血容量减少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筋也不够 才会导致血容量的减少 那么小便不利刚才我说了 就是小便量少 因为血容量少 肾脏关注少 所以小便就不会多 那么小便不利 大便反快 这个给一个什么启示呢 因为大便很顺畅 甚至有点泄 水都从肠道走了 那么水总从肠道走 为什么它就大便反而多呢 反而容易呢 是因为实际上 它是因为有失血 胃肠感染 然后引起了血容量的减少 进一步导致了关节的疼痛 当然关节疼痛不仅仅是血容量少 而是因为有失血 你看一般胃肠道感染的时候 肚子稍微不舒服点 会拉肚子 然后身上会觉得冷 会觉得疼 你再摸那个脉 它也是个晨曦 实际上湿壁呢 它是这么产生的 但是胃肠道感染又没那么重 说明湿壁的病邪 是从胃肠道来的 所以说它是一个胃肠道生物性施邪 为什么我们叫生物性施邪 不是说水汽多了就叫施邪 水汽多是物理性施邪 那么在这种环境下生长出来的病原微生物 病毒也好 细菌也好 那么这些属于生物性施邪 这些进入到肠道以后 才会引起胃肠道的感染 所以说出现了小便反快 那么正因为这样水 精液吸收少了 所以说血容量少 所以说出现了小便不利 那他又提到了说 治疗呢是担当力气小便 你想想一个血容量不够的人 用力量的办法 对身体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 是肯定是有坏处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这个担当力气小便 是指特病的药 也就是说能够治疗 胃肠道感染 导致脱水的 血容量不足的这些方子 那么最具有代表性的 力小便的方子是啥呢 五菱散 就是五菱散 一直把它当成一个力小便的方子 其实五菱散是治疗胃肠道感染 最好的一个方子之一 所以说大家回去看看 五菱散的这个试用证 另外我在那个中医体务里边 专门讲过 大家看一看 就明白了这一段是什么了 这个担当力气小便 是什么意思了 好 再一个就是 这个太阳到底是指的是什么 太阳病 实际上太阳病 阳明病 这个少阳病 这些都是与部位相关的 指的是阳气比较充盛的部位 它不是疾病的一个阶段 有人说太阳病是疾病的初期 它把它当成一个阶段 这个是不对的 实际上它就是指的人体阳气比较充足的 指的是四肢的表面的这些部位 那么它与脏腹经过是直接相关的 那么太阳相关的就是膀胱经和小肠经 太阳小肠经 因为与太阳膀胱经和守太阳小肠经 密切相关 只要是见到了太阳病 那就基本上是与这个相关的 所以说它只是个部位 因为是部位 说这个三阴三阳都是指的是部位 所以说在上方屋里边 在经历里边才有了中寒 中风 中业 这些病症的区别 要不是个部位 怎么能来中寒 中风呢 肯定是某一个部位 所以说以后读到三阳三阳的时候 知道它指的是特定的部位 好 这是第一个就是诗壁 其实这个诗壁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胃肠道感染 引起的四肢的疼痛 胃肠道感染还不是很重 那么诗家是什么呢 这个在这个经历16里边 专门提到了诗家 所以说之所以要把它叫成家 就说明很有功夫了 要简单的不能叫个家 文学家 数学家 那就是一定是高深的 那么为什么一个病叫家呢 实际上就是它重湿太深了 病得太久了 所以说叫诗家 也就是说感受湿血太重 导致的缠绵不育的疾病 那么这一类病就叫诗家 所以说诗家之为病 一身尽痛 就是全身都疼 而且可以有发热 身色如熏黄眼 就是身上的颜色都好像熏黄了的那种颜色 也就是皮肤是黄的 但是熏黄到底是个什么颜色 谁见过熏黄的颜色 是黄而没有光泽呢 还是黄和有光泽呢 对了 黄有光泽 你看那个熏肉 他把油给弄出来了 他就有光泽了 对不对 再看看那个抽烟的人 他们两个指头 烟油熏的也是有光泽的 当然那不是渗出来的油 但是真正熏肉熏出来是有光泽的 也就是说诗家病的身痛发热身黄 黄还是亮的 不是那种毁暗没有光泽 毁暗没有光泽 那就比较微重的病人了 那就是另一类病人 那么这是诗家 他的临床表现 主要的表现 这还不够 还有其他的条文也在讲 说诗家其人弹头汗出 就是光头上出汗 背墙 就是背部觉得僵硬 因为他一身疼了 所以说他会僵硬 欲得被伏向火 就是老想盖上被子 老想立了个火近一点 说明啥 就是怕冷的厉害 他又发热还怕冷 若下之早则远 说如果你用卸下的方法治疗太早的话 它就会出现远 这个远是啥意思 这个很多人都把这个远呢 解释成 恶逆 都把这个解释 在《密经》里边那个远 基本上是指恶逆 那么在这个张正景书里边的《月》 是不是恶逆呢 很多解释都是恶逆 但是根据我的对这个的理解 因为在河南那一带 要说远 远就是吐 干远呢 就是恶心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远呢 应该当恶心 呕吐来讲 应该当这个来讲 说你用下法用的早了 它就会出现恶心 也就是实际上这也提示 一般来讲用下法不会出现恶心吐 但是为啥它出现恶心吐呢 说明它本来内部就有感染 怎么可能 大黄干草汤就是食入鸡吐的 所以说就即便说用下法太早 也不会出现 那么这儿呢 它以为是你用下法早出现了恶心 其实也不是 也就是说这个食家病人 经常伴随恶心 另外就是胸满 就是觉得胸部啊 堵得慌 气儿不顺呢 再一个就是小便不利 刚才讲 师必有小便不利 其实食家也是存在这个问题 舌上如胎着 就是舌上有一层厚厚的胎 就是比一般人呢 要厚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文认为是丹田有热 丹田有热指的就是小腹部 腹部有热 胸上有寒 就是实际上就是下热上寒 可欲得饮 不能饮 就是口渴 想喝水 就是可欲得饮 但是呢 又不能喝 更证明是啥 是个胃炎 是一个慢性的 失血比较重的一个胃炎 口又渴 但是又不能喝 所以呢 它又出现了一个口罩 不能喝了 所以说它又出现口罩了 这就像五零散里边讲的 口渴 跟那个原理是一样的 好 那施加还有什么症状呢 说施加病 身痛发热 这个给刚才讲的一样 面黄 这个给身色如熏黄 一样 船 这个胸脉 基本上也类似 另外加了一个头痛 鼻塞而烦 那个是头痛 觉得头痛 鼻子堵 实际上就是合并有鼻部的感染 经常鼻子老不通 这个只要男生的厉害都有烦 都有这个不安的意思 那么其卖大 刚才讲那个失臂的时候是卖小 这是一个卖大 那就说明什么 不是一个单纯的失臂 它里边一定 还合并有 可能 有热血 也可能 有风血 总而言之 有阳血的存在 不是单纯的失血 所以说它这个卖是大的 自能饮食 而且它还能吃 那也说明什么呢 它这个病 这个胃里边的毛病 还不是那么很严重 比较轻 只是有而已 腹中和 无病 它认为这个肚子里边 没有什么大毛病 说病在头 重寒湿 故鼻塞 说这个病呢 它指的是头痛鼻塞 指的是这一块 头痛鼻塞 那么病呢 是在头部 是瘦了 寒湿了 所以说呢 出现了鼻子堵 那要鼻中 则欲 这个内 就是那 就是把它 伸进去的意思 就是让鼻子塞点药 就好了 那么这个原文呢 就讲的这三条 基本上就是讲 施加 常见的 所有的临床表现 它基本上都挪裂到这儿了 但是因为施血 轻度的不同 这个 与 病血 肩胛的不同 所以说 它的这个 临床表现 是有差异的 你看 这儿就是 单天有热 这儿就是 病在头 病在头的时候 说 胃里边的 症状 肚子里边的 问题不大 是吧 这是 这个有关施加的表现 那么我们 下面呢 把它归纳一下 来讲一下 这个施加 它到底有哪些表现 它的临床表现 刚才讲了 那我们分个类 大家就会更清楚 一个是 医生净痛 或者是 背部僵硬 头疼 这是 一组症状 那么还有呢 就是一个发热 这是一个 单独把它列出来的 再一个就是 身黄面黄 或者是 单头汗出 或者是 怕冷 怕冷的表现就是 欲得 背腑 向火 或者是 舌胎厚 这就是舌上无胎 或者是 可欲得饮 不能饮 口罩烦 或者是 鼻塞而烦 或者是 喘 凶满 小便不利 或者是 卖大 再一个就是 自能饮食 腹中和 无病 这就是刚才讲的 我们把它分类的话 分为这 十类 为什么要做这个分 这个是要和现代临床 我们联系起来来看 刚才讲了 石家就是因为病程太长了 才称之为家 那么石家包括现在的什么病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不能说学完了 不知道 现在是啥病 别人来找你看病来了 说了个西医病人 你不知道张中景讲的是啥 它包括 首先是一个 风湿热 风湿热的病人就是 身痛乏热 那也就是这里边的 前两组症状 风湿热 再一个就是 强制性脊柱炎 那它表现出来就是 背强 怕冷 你看那个强制性脊柱炎的病人 背部是僵硬的 它是怕冷的 另外就是干燥综合症或核病有肺纤维化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见到口罩反喘凶满 小便不利 小便量少 那么还可以见到脾肌炎 深色如熏黄 如果你们见过脾肌炎 那个皮肤是光亮的 是硬的 有的是偏红一点 但是很多还是蜡黄的 那样的一个颜色 所以说 那是合并有皮炎的时候 它就是这样 所以说施加病 往往都是指的是这些病 大家看一看 这些病哪个好治 哪个都不好治 所以说才叫施加 这就是张东景 当时就已经认识到 有这么一类病 就把它叫成施加了 那概括起来 我们看一看 施加 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 中培层疾病 结底组织病 这一类 那么这一类病人 大多数胃肠功能是正常的 大多数是正常的 大家想想 根据你们见到的这些病人 那病人来了 你看到哪个病人说吃饭不行吗 比较少 对吧 也有 但是比较少 所以说 施加病是指的自身免疫性的 结地组织病 这一大类病 这一大类病 再一个 施加 它到底是虚症还是实症 我们从脉线上看 脉大 就知道了 这一类病 都是实症 都是实症 另外它里边提到一个 鼻塞 那要鼻重则欲 那我们可以猜一猜 它拿什么药呢 为什么鼻子堵 往里边放点药 它就能好呢 因为它没讲 我们就得去猜一下 应该是麻黄 因为麻黄呢 它是去风寒失邪的 代表药 那么这个药呢 具有宣费通窍的作用 麻黄 你看他们用麻黄制成的麻黄素 滴鼻 治掉鼻子塞 对不对 一点上一会鼻子就通了 所以说三药鼻重则欲 我觉得它可能是塞的麻黄 这就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不能光读完了就过去了 那他说三药鼻重则欲 那一定有一个好药 那是啥管事的药 我们得猜出来 当然猜对猜不对 不要紧 关键是我们能猜到就有办法 对吧 就怕猜不到 好 那我们再来看 石家它到底 从现在来讲的话 它的病因是什么 外邪诱发的自身抗体 这个我们讨论病例的时候 讨论过 这些指的是 有些外来的微生物 它的抗原结构 与人体部分组织的组分 它是相同的 所以说 在身体的免疫系统产生 针对这个抗原的抗体以后 这个抗体不但可以 以外来微生物结合 把这个微生物消灭掉 也可以与自身的同组分的结构结合 对自身形成物伤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 它既然是杀死外来病原微生物的 但是你体内有人给它像 有的地方给它像 它可能同时造成伤害 这就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它这个只要是长这个药了 我全打 它不会去辨别其他的 它就辨别这一个 那么这样就造成了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另外呢 就是自身组织损伤暴露 就是自身组织损伤暴露在这个免疫系统监视的这种条件下 那么它就激活了免疫系统 产生了抗自身的抗体 也就是针对节力组织系统的抗自身抗体 这一类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形成了施加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好 学完前面这个 我们找什么是施加就够了 这就是老病了 那么施加又该咋治呢 我们看看 它也有一个方子 说施加身反痛 可以麻黄加猪汤 发其汗为义 甚不可以火攻之 也就是说施加病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些节力组织的病 可以出现身反痛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麻黄加猪汤 注意 它这儿是为义 发其汗 为义 甚不可以火攻之 这个发其汗 麻黄汤是发汗的 他吃完了 要出汗的 而且他讲了一个唯一 知道张东景在写的时候 一般来讲啊 他会写什么什么汤 煮汁 对不对 说一个什么汤煮汁 那就是这个方子就专门制这个的 效果非常好 但是讲意志的时候就不是了 这个找不到一个主他的方 这个方子凑合着还能用 这就叫意志 但是呢 他提醒你不可以火攻之 你如果用啊 这个你比如说 艾经啊 或者是熏口啊 等等 这个古代有这些方法 但是呢 治疗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是没有效的 所以说叫肾不可以火攻之 也就说明什么呢 这一类病除了失血以外 他体内还有什么 还有火 有热 所以说他的脉是大的 啊 那么这个麻黄夹猪汤 里边呢 有麻黄三两去结 就是麻黄 咱们这个麻黄都要把那个结去掉 你们见过长的麻黄没有 啊 一结一结的 把中间那个两 两个对接的那中间那一段给去掉 啊 桂枝是去皮 桂枝呢 是把皮去掉 一会我们再说啊 这个去皮是啥意思 啊 治甘草啊 这是甘草治用 治甘草 杏仁七十个 去皮尖 就是把他的皮 和杏仁的尖去掉 啊 白铸四两 说 又为以水九生 先煮麻黄 减二生 剩七生了啊 然后去上磨 把这个磨子去掉 然后再加入其他的药啊 那猪药 竹取两生半 然后把药渣子倒了 去滋 温服八格 服取 威斯汗 就是要是温的 一次 浮 八格的量 然后 腹 就是盖上被子 让它微似汗 注意 这是发起汗 只是达到一个 微微出汗 绝对不能出的汗太多 啊 好 这是这个原文啊 将麻姓石干汤 麻姓石干汤 这个麻黄夹猪汤呢 治疗这个 施迦 他的一个代表方 而且呢 还不是说 就是效果特别好啊 只是说可以用它 那么这里边这个身烦痛 刚才咱们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了啊 就是因为身痛而烦 夫取未散 刚才我也说了 这个就是盖上被子的意思啊 微微出汗 下面我们把这个要点呢 做一个延伸 一个就是说 甚不可以火攻之 他这个 这一句话 就提示啊 施迦 是非物理性寒邪所致的急性病 加热治疗无效 如果我们是受凉导致的 哎 我们取暖以后呢 他就能改善 如果是生物性施邪 不是物理性施邪 那么你加热是没有效的啊 给它取暖是没有效的 所以说 施迦可能是一个外寒内热的啊 有这么一个病激的存在啊 有这么一个潜在的问题 这样我们再去看 施迦迦向是迈大的时候 我们就能理解了啊 湿和热合在一起的 另外呢 就是机体的免疫系统啊 在体温升高的时候 更容易被激活 这样就加重了施加的病情 所以说 甚不可以火 用火来攻 你看我们说这个外感的时候 一定不要随便给它降体温 它高烧的时候免疫力强 它反而呢 把免疫力调动起来以后更容易驱邪 但是如果是这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你把免疫系统掉得越活越 那它对自身造成的伤害越大 所以说它告诫你啊 甚不可 一火攻之 好 我们再看啊 这个施加深繁痛啊 以麻黄汤为一 其实我刚才已经啊 讲过了啊 对于无汗 深痛剧烈的患者啊 选用麻黄夹竹汤 这样就是我们要补充的 一些症状啊 那就是一定是深痛的厉害 而且呢 还没有汗啊 这时候呢 是用麻黄夹竹汤的 没有讲组织 就是说 它不是一个特效的啊 只是能够改善病情啊 所以说难以彻底治愈啊 另外 他也提示啊 有外寒内热的这个潜在问题 所以说麻黄夹竹汤不去热啊 所以说用它呢 也只是啊 解决它外寒的问题 解决不了它内热的问题啊 那么再一个就是 它这个建筑法里边 这是需要注意的啊 先煮麻黄 碱二生去上磨 为什么 因为麻黄中 它含有麻黄碱和尾麻黄碱 那么这两种成分呢 它不容易水 不容易水 你在水煮的时候 它就不是溶解在里边 它就飘起来了 对吧 所以说水煮的时候 它就漂浮在水面 形成了泡沫啊 这个伟麻黄碱呢 它具有非常明显的啊 中枢兴奋作用 它可以使中枢兴奋啊 使人烦躁 心慌加重啊 所以说量大的时候 它就引起烦躁了 那么兴奋了 实际上人体对外界的痛苦感受呢 就敏感了 所以说它会对痛苦症状呢 起到一个放大作用 所以说要把麻黄那个墨子去掉啊 这是去上磨 另外说这个 主取二升半 驱资温夫八格 这个格是多大量 一升是多少 在山河路里边 一升 是二百毫升 这少了一个 是二百毫升 这是一升 那么两升半是多少呢 就是五百毫升 那么一格是多少呢 一格是二十毫升 八格是多少呢 是一百六十毫升 你看 说明每剂药需要分成三次 才能把这五百毫升喝完 对不对 没有说重病机制 你看很多都是重病机制 但是在这儿不说重病机制 为啥 施加病 绝不是你喝一服药 半服药下去就能好的 所以说它根本就不谈这个 那么就要考虑 可以服用一段时间 那么这一段时间要怎么 用呢 就是一次一百五十毫升 一天喝三次 基本上就是五百毫升 这和现在我们用药的习惯 就基本上是和尚拍的 另外就在讲这个麻黄要去结 因为这个结里边呢 它含生物碱是最多的 那么这个麻黄和这个结之间的生物碱的比例是多少呢 是三点二比一 也就是这个麻黄这个结里边的麻黄碱 不 我这说错了 麻黄 这个麻黄里边的结尖就是我们用的这个麻黄 就像 像这一家 这就是我们用的麻黄 那么这个的生物件含量是这个 那么结是多少呢 是一 是它的 就是三点二分之一 那么为什么要去它 就是说这里边有效成分太少了 它要去 其实现在完全可以不去 它不就是含量少点吗 完全是可以不去的 这是这个麻黄 大家可能药房经常见 你们这个生麻黄不知道见过没有 你看这都是结 这都是一结一结的 这中间正是结 要把这个去掉 因为有效成分太低 就是用中间这个 你像这也是一结一结的 再长出来都是 这是这个 这是这个干了的麻黄 那么这个麻黄啊 其实我们用的这个大多数是草麻黄 还有一种木麻黄 就是去年 前年我们去这个台湾的时候 到那个台湾南部 它那个最南边的那个地方 到那个公园里边以后看到那个树 长出来那个叶子就是麻黄 那叫木麻黄 就是树上的结的 那我们大多数是用的这种草麻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提到的 桂枝去皮 这个桂枝去皮 我们知道药房那个桂枝要去完皮了 是不是就剩木头了 那是用这个吗 不是的 去皮以后是啥 它是用桂枝 所以说它不是这个桂枝 在山下木里边 它基本上一直是在讲啊 它不写桂枝 它就写桂 所以桂去皮 后边人在校正的时候 可能把它弄成桂枝 去皮了 实际上是桂去皮 我们这个桂为什么要去皮 那去了皮剩下的是肉桂 那么我们看一看 因为这是这个肉桂树 这个皮啊 外边有一层角化的东西 角皮这种 把这个皮去掉 那就里边露出来的 就是肉桂了 你看 这是去完皮的 这是没有去皮的 注意了没有 把外边这一层刮掉 这叫去皮 所以说 山下木里边 经济药栗里边 讲到的桂去皮 应该是肉桂 所以说我们不要想的 就一定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桂枝了 是肉桂 这个有人专门考证过 说这个不是把桂枝的皮去掉 生里边这个木头 不是的 桂枝汤就是肉桂 那么这个杏仁去皮尖呢 到底是什么原理 这是一个炮制习惯 那么我查了它有关的理由 说这个桂皮的杏仁啊 那你煎的时候它这个成分呢 溶解出来的慢 这可能是它去皮尖的一个理由 因为古人有的时候煎的可能时间短一些 它的有效成分可能出不来 也做了一个实验 也做了一个实验 说这个杏仁要捣碎以后 那么它僵出来 它与去皮杏仁呢 是相当的 甚至还更高 只要杏仁一捣碎都行 去不去皮 无所谓 所以说现在都在认为 去皮尖的必要性不大 不一定要去皮尖 这是有关这个麻黄家猪汤 里面涉及到的一些 我们展开的说一下 另外这个施加的预后 以及其他物质以后出现的问题 张宁明也有讲 说施加下之 你用了下法 额上汗出 头上出汗 微喘 出现呼吸急促 说小便立着死 若下立不止者一死 如果说小便量特别多 这个病情就危重 如果是卸下不止 也是危重 所谓的死 所谓的死实际上指的都是危重 这原文就表达这个意思 那么从现在临床理解 为什么出现额上出汗喘 这时候再加上小便立就重 这时候再加上下立不止就重 为什么 我们把这个展开 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施加净入下法 因为一个是线下过度可以导致低血容量的修科 那么修科早期的时候 尤其是古人要用线下以后可能他用得猛的时候 那么血容量低了 它就会出现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 那么交感神经兴奋出汗就多 尤其是先见头部出汗 先见头部出汗 因为去甲肾上腺素 肾上腺素分离增多 这时候它就心率和呼吸会加快 所以说出现微喘 这个微喘实际上就是气急 急促的意思 那么这些顺上腺激素 就是这一类东西分离多的时候 肾动脉是收缩的 那么肾冠流就减少 这时候就会出现少尿 那么这种少尿 说明是要怕血容量再丢失 修科的时候 怕血容量再少 那就是小变量少才是对的 如果小变量不减少反多 说明它就会出现了小变力 这说明机体的自身调节功能是衰退的 也就是说 它的交感神经系统的兴奋性是不够的 你看交感神经兴奋 这个修科早期的时候 它是四肢都会失冷 不会单纯一个额头出汗 它四肢都会失冷 所以说 说明它自身调节功能是衰退的 修科难以解决 所以说小变力着死 那如果线下不止血容量更不能纠正 低血容量更不能纠正 所以说下力不止 意思 本来到这个时候 都液体都不应该丢失太多 好 这是有关这个施家的治疗 禁忌 以及它的育后 这个风诗啊 这个施病里边呢 已经讲两个了 那么我们下边再讲这个风诗 风诗呢 这个大家就更熟了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金贵这个书里边 这一块讲得非常好 我就觉得这一段是极其精彩的 非常符合我们临床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风诗 它的表现和治疗原则 风诗相搏 一身净痛 法当汗处而解 说如果是风血和食血 两个合起来 导致疾病 它会出现全身的疼痛 那么这里就要用 发汗的办法来治疗 这一段是讲了 风诗病的表现 就是一身疼 就是一个疼 全身的 治疗呢 就是有发汗的办法 那么指 天 英语不止 这个指是啥呢 就是正好遇到的意思 这就是指 遇到呢 天 英语不止 就是外界 这个下雨 老不好 连续的英语 英语此可发汗 汗之并不遇这何也 就是前面讲了当汗节而遇 但是这为啥 给他用了汗法 他不好呢 他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说单纯你发汗 那么你去掉的是风气 也就是这个风险 实际上就是说 它本身有去风险的作用 湿气还在 为什么除了汗了 湿气还在 大家想一想 天特别热的时候 外边特别潮湿的时候 你是不是一直在出汗 出汗的时候 你觉得口渴吗 口不渴说明 经验丢失不多 对吧 但是出汗本身 你出的是经验 不是出的是邪气 湿气在之 指的说 风气去了 失邪还在 他是讲这个意思 因为失邪还在 所以说他不好 也就是发汗本身 不能够去失邪 若至风湿者 如果治了风湿 发其汗 但微微似欲出汗者 风湿就去 他说只要是微微的出汗 就好了 那么微微出汗 是风和湿就都去了 这是张宁景 是这么来认为的 那么具体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道理 其实他没有讲 他只是说你不能大汗 大汗去了风了 没去失 但是微微出汗 我们就要这么来理解他了 出汗 并不是连风邪给出去了 只是说能够对抗风邪 能够抑制风邪 能够去风邪 这个微微出汗 实际上是机体抵抗力强了 他表现出来 邪症斗争以后 把身体功能恢复了 表现出来微微出汗 平时一身疼不出汗 现在有汗了 说明表里通畅了 所以说千万不要理解成我 就是发汗之好的病 而是调动自身功能以后好的 这个古人经常有很多 这个因果颠倒的 这种认识 好 这里边呢 要点延伸里边 我们重点要强的 强调的 一个是风湿相搏 什么是相搏 就是杂合而至 一个鞋不够 俩鞋 单纯施血好至 是吧 那么再加上个风 就不好至了 所以说在《历经》里边 讲避争的时候 风寒失三气杂合而至 是吧 这是他的这个原因 这个相搏就是杂合的意思 风湿必痛 一日雨天发汗效呢 他说是风气去施气在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实际上 这个是对风血效果好 失血没有去掉 风湿必痛发汗的合适程度是什么呢 就是微微似于汗处 实际上就是表里通畅 那么风湿是现在临床的什么病呢 就是西医的各种全身疼痛性风湿类疾病 仍然是结底组织病 只不过是以全身疼痛为主要表现 风湿类疾病 不是一种病 好 那我们再看怎么治疗 具体的不同类型的怎么治 那么在临床上呢 我们首先可以见到 有一类风湿疼痛的病人 他是有发热的 我给他叫成叫发热风湿 这样便于我们记 你就把这个他就学会了 要不然你们这个学完了 不知道张中介咋治的 一看有发热 好 就是麻线一干汤 这样比较好记 病者一身疾痛 这是风湿的表现 发热 日补所聚者 日补是啥时候 下午三到五点 这叫补食 日补所聚 明月风湿 说这个一身疼 下午发热 这就是风湿病 那么此病 山雨汗处当风 说认为你是汗处以后 受了风了 这个当风 就是受风的意思 或酒伤取冷 就是受凉 时间太久 他认为风湿的原因 受风 受冷 时间长了 可雨 麻性 一干汤 麻黄 杏儿 易以干草汤 注意这个可雨 也没谈主之 对不对 也说明 麻性 以干汤 有效 就给那个易之 是一个意思 并不是说你吃完这个 这种风湿 风湿月 它就好了 绝不是这样的 没那么简单 那么这个方子呢 用麻黄 去节 是用半两 其实这个量是不大的 半两呢 也就是七八克 干草 一以仁 半两 杏仁十个 去皮尖 是炒杏仁 说 又 搓 麻豆大 美肤 四千地 水半斩 煮八分 去姿 就是去药渣子 温服 危汉 以后呢 避风 这就是 用麻性 以干汤的 这个用法 搓麻豆大 这个麻豆 又是多大呢 麻豆又是啥呢 这个 敷四千比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 你要不搞不清楚 这个 你就没法去用 是把这个量 整个都用了吗 不是 你看 里面的药 都还在 弄成麻豆大小 然后呢 用四千比 煮了以后去喝 微微出汗就行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 一个一个 再给大家细讲 既然是蒋风湿 这里边就是治疗 各种发热性的 风湿疾病 选用麻性乙干汤 这一段 就是告诉你这个 日补 刚才咱们说了 三到五点 病因 其实讲得很清楚 一个是当风 一个酒商取冷 那么到底治多久 不定 因为它里边 没说治多久 对不对 说明这个病不好治 没法确定 好 下面我们重点 要了解一下 这个钱币 汉代的 汉代的钱币 我们把这个 看一看 这是汉代的钱币 这个 一钱币 到底是多少 有人讲 说这个一钱币 就是拿着这个钱币 去那个药墨子里边 搓出来 搓出来的 就是一钱币 其实呢 那你搓不同的东西 就不同的重量了 金属类的就重 是吧 所以说有人说 一方寸币呢 就是指的这个 搓出来的 如果是金属类呢 是2.47克 那么如果是一般的药墨呢 就是2克 如果草本类呢 就是1克 这个呢 有没有道理 说实在的 还真不敢肯定 这个对还是不对 也有可能 但是呢 我又觉得 这种可能性不大 为啥他非要用个钱币 他用个勺子 他就说快一勺两勺 不就完了吗 为啥他要用钱币呢 所以说这个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 虽然有人做了这个考证 说是这么一个 但是我认为可能性不大 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 也有 只是我觉得不大 那么这一钱币到底是多少 其实呢 一钱币在汉代呢 就这个钱币的重量 是多少呢 是5株 是5株 那么相当于3.25克 也就是3克多一点 那按我们现在说 这个药 弄上这个3克 轻轻一煮 把它喝了 这有可能 也符合临床时机 关键是 这个一钱币 为什么等于5株 人家这个汉代这上边 你看 人家就标着呢 这个钱币的重量 那就是5株 所以说一钱币 应该理解成 5株钱的重量 那么4钱币呢 三四十二 十二到十三克 大概这个量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知识还是要了解一下 这个 虽然 现在用处不大 但是要读懂古书呢 还是不容易的 好 这个 这个麻豆大 一会我们再讲 好 我们现在再看 这前面讲的是一个发热风湿 那么还有不发热的 下边讲的都是不发热的风湿 那么这个不发热风湿 根据不同部位 用不同的方子 无热 凑理风湿 这是我给他起的名字 那么他的表现是啥呢 风湿 首先是个风湿病 脉呢 是腐脉 身体是沉重 汗出 就是有汗 怕风 用什么呢 防几黄芪汤 煮汁 你看这儿是用的是煮汁 就说明这个 无热 凑理风湿的 出现了身重 脉浮 汗出 物丰这个好吃 用防几黄芪汤 就行了 那么这里边呢 用防几一两 甘草半两 白猪七钱半 这个黄芪一两一分 去炉 这是这个量 这个量的表示方法 和前面又不一样 这也说明一个什么 张仲景的方子 也是从前人 从他的前人那里边 给选过来的 说又搓麻豆大 又是搓麻豆大 每超物钱币 你看这里边有一个超 这个超是啥意思 到底是用别的瓦上 五炷钱的量 还是用这个钱去里边搓 这里边就不好说了 这就容易生奇异了 生姜四片 这都是大概量 大造一枚 水 斩瓣 那古代那个斩 是多少毫升呢 也不好说 是吧 反正是一个小斩子 尖八分 去兹 温服 两酒再服 这两酒是多久 有十酒 那就是吃饭的那个时间 那个长度 那这两酒是多久 反正比吃饭时间长 但是能不能达到半天长呢 它又没有半天长 因为后边有半日一服 是吧 所以说它这个一定是在半日和吃饭 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的长度之内 另外说 这个药物的加减 说传者加麻黄 胃中不合加少药 气上冲加贵枝 下有沉寒者加细心 这前面呢 就是根据分尸 凑理分尸的这些表现 如果又合并其他的 怎么加减 这个讲得很详细 像这种方子呢 不要光记前面 它的加减很重要 它之所以提出来说 气上车加贵枝 贵枝就是至气往上顶的 这个传加麻黄 麻黄就是平传的 就说明它是一个特效药 专药 腹后如虫行皮中 就是吃完这个药以后啊 好像那个虫子在皮里边爬 从腰以下如冰 也就是腰以下呢 又觉得特别凉 后坐背上 就是用背子呢 它坐到上面 然后再又以一背 绕腰以下 不但要坐上后背子 还要用背子再把自己围起来 然后觉得温暖了 让它微微出汗 这样病就好了 那么这一段呢 就是讲这个防脐黄旗汤治疗 这个无热 这个无热凑理风湿的 就是水石太多了 这个搓如麻豆大 搓是啥呢 搓你看 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 因为我小的时候呢 我玩过这个 我知道 因为我爸呢 他木匠 他用这个东西 把那个木头要搓平了 粗粗的搓平了 这个搓下来 那个木 基本上是芝麻大小 所以说如麻豆大 那个麻豆应该是多大 就是芝麻大小 不是那个 像那个大麻子 比麻子那么大 这个搓不成那样了 所以说 这个搓如麻豆大 大家就知道了 像芝麻粒大小 也只有那么大小 才好用水轻轻一煮 对不对 这是麻豆 好 麻豆大小 所以说这个麻枕呢 我们经常讲这个麻枕 那古代讲麻枕的时候 其实也都是比芝麻还小 或者稍大一点 芝麻大小的 这种枕子 超与钱币 刚才我就说了 这个抄到底是拿勺子去抄 像钱币那样重呢 还是直接拿钱币去里边搓呢 不知道 这个就是 也不需要深究它了 这个知道大概 反正每次用三道 这个就是一钱币呢 就是大概三四克就行了 两酒刚才咱们说了 就应该是在吃饭的这个时间长度和半天这个长度 之间的这个长度叫两酒 我们先这么来理解它 因为这个两酒是一个大约的意思 它不是一个确切的一个时间 就像失窮 失窮也是一个大概 那有人吃得快 他就一会儿 是吧 有人吃得慢 他就时间长点 这个两酒呢 也就是按现在来讲 应该是在半个小时以上 四个小时之内 大概是这样了 四个小时之内 四个小时之内 或者四五个小时 这个胃中不和加勺药 这个胃中不和就是胃里边 就觉得不舒服 说不上来咋不舒服 这就叫胃中不和 如果胀 如果疼 它能很明确的告诉你 所以说胃中不和呢 只是胃中不舒服 就可以用少药了 气上冲到底是哪上冲呢 是打嗝气往上冲呢 还是额内气往上冲呢 还是觉得心跳 跳得厉害往上顶呢 这个气上冲到底指的啥 实际上指的是自觉胸中 有气上冲 这种气上冲 大多数 属于心理失常 这个我们讲到奔吞 还会要讲 当然有是咳嗽气上冲的 有爱气味气上冲的 都有 但是这指的 应该可能是一个 心理失常的 这种觉得气往上顶 顶咽喉的感觉 这个 差实际上是念拆 念拆就是这个 在古代呢 这都是通介字 就是好了的意思 你经常还会听病人说 你吃完药怎么样 差点 差点是好了点 这就有的可能一个地方就把这个发音呢 他就 就念成差了 他也不会去那么认真 然后就那么形成一个方言 好 下面我们这个要点延伸 我们谈这几个 防几黄旗汤 适用症 就是各种肿胀汗出性 风湿类疾病 就是表现的有 轻的 只是重 再重了 水湿多了 就肿了 所以说 肿胀汗出性 风湿类疾病的 就用防几黄旗汤 这个往往是 多见于风湿性的筋膜炎 这个筋膜炎的时候 可以出现 组织间隙的水肿 所以说 他这个筋膜炎的时候 他不影响运动 所以说 在防几黄旗汤的 这个 试验证里边 他没有讲 运动怎么样 对不对 但是他一身疼 这个往往是 风湿性的筋膜炎 那么 喘加麻黄 说明麻黄是 平喘要药 胃中不合加少药 说明 少药是合胃的药药 这些都要引起重视 气上冲加贵枝 说明 气上冲 照我有注解了 伴随有心功能 紊乱伴随有肺循环医学的时候 可能就觉得 又有胸闷 又有气往上顶 而且这种情况下 往往还会伴随有轻微的咳嗽 下有沉寒者 加细心 也就是细心是治疗 下半身寒凉 日久的重要药物 好 这是有关这一条 我们就讲这么多 哦 还有一点 就是腹后 如重行疲中 从腰以下如冰 这是个啥意思 吃完这个 防几黄旗汤了 然后出现了 这些症状 是啥意思 他又解释 虫行疲中 是感觉 组织间隙的水肿 快速消退的时候 会有这种感觉 这个 我曾经 在治疗这个心衰 腿肿的 非常严重 一夜之间 他就消了 他会给你讲 说我吃完那个 以后就觉得 那里边 处处处像虫子爬一样的 实际上那个水肿 迅速消啊 他这个组织间隙 他那个结构 迅速在改变 刺激神经 他就感觉到 里边像虫子爬一样 实际上 这是水肿 要消退 那个肿 就要减轻 从腰以下如冰 怎么来理解 那你说 这个吃完了 凉 这好还是不好 这就关键是说 这句话 我们怎么来解读它 肯定是好 说吃完了以后 腰以下如冰 也就是腹药以后患者 首先 它是下肢的 冷敏神经元 激活的结果 就是为什么是 冷敏神经元激活 体内我们感觉冷热 这个东西凉还是热 感觉的是 这个神经元 这个接收器 是两种 不一样的 感受热的就叫 热敏神经元 感受凉的 就叫冷敏神经元 那么如果你兴奋的是 冷敏神经元 你感觉到是冷的 就像你抹薄荷 你把那个薄荷 弄热了抹上去 它也是凉的 为什么 它就是兴奋 那个冷敏神经元的 所以说 这个药 可能敷完了 它首先是兴奋的是 冷敏神经元 那么这个 冷敏神经元激活以后 它就出现 局部组织的致密化 为什么 一冷 我们就会觉得 是伸缩的感觉 对不对 实际上这个组织 也在发生致密化的 一种变化 因为具体一感觉到 它的调节 它就是这样的 觉得凉 伸缩的感觉 它就可以把局部的水液 就尽快地把它给挤走 这样不有利于消肿吗 所以说它喝完了 觉得腿冷了 可能那个肿就要消了 为什么它强调腰一下 因为水肿呢 大多数是下面肿的厉害 对吧 所以说它强调的是这个 那么在冷敏神经元激活以后 身体感觉到冷 机体呢 就必须地让它产热 就让机体呢 还要产热 这时候 然后产热以后 热敏神经元又激活了 这时候呢 你就感觉到啊 有冷又变温暖了 这会儿病就要好了 所以说 这个方中 有此作用的药 那到底是哪个呢 是哪个药 让它感觉冷了呢 极有可能 是具有 除热壁的 良药 防疾 就是防疾可能有这个作用 这是我们的推测 因为防疾呢 是一个清热 通力关节 力湿 这么一个药 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高血压病人 他们有的研究这个 碳防激甲素 说里边能够降血压 那么对于烦躁的病人呢 它有效 显然它是有一个震惊的作用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防疾黄气汤里边 能够让它感觉到夏之冷的 应该是防疾 这是推测 好 那么下边 又一个风湿 前面讲的风湿 一身浸透 它不影响运动 后边的就开始了 无热 风湿 但是呢 它在肌肉 不是在凑理 伤寒八九日 受凉了 八九天了 风湿相搏 这是风湿 身体痛烦 全身疼 不能自转侧 你看它活动都受限了 不是影响到骨头 就是影响到肌肉了 不藕不可 脉扶须而色 既没有呕吐 也没有口渴 脉呢 是扶而无力的 往来不流利的 用啥治 父子汤 主治 就是用 桂枝 父子汤 来治疗 无热 肌肉 风湿 若 大便间 小便自立着 去桂 加白猪汤 也就是前面这个方子 去掉 桂枝 再加白猪 来治疗 这就是 这个 无热 肌肉 风湿 要用的 两张方子 我们看这个方子 桂枝 父子汤 桂枝 生姜 父子 甘草 大枣 这不是桂枝汤 加父子 而是桂枝 父子 加上 这三个药 也就是把白猪 换成了父子 所以说 大家说 阿西用 这个 勺药 这个 总代治疗 风湿类疾病 你看这儿 他就不用 他还故意去掉它 用五位 水六升 坚住二升 就是取两升 去脂 分温三浮 四百毫升 分三次浮 如果出现 大便干 小便 不利了 小便自立了 就用白猪 父子汤 这里边 就是白猪 父子 甘草 这个江草枣 江草枣 我们原来给它 起了个名字 叫三元寅 这个我在养生堂 也专门讲过 这一张方子 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 一个基础方 你看 这里边 把贵制换成白猪 就是白猪父子汤 前边 就是贵制父子汤 五位 以水三升 逐取一升 去之 也是分温三浮 也是喝成三次 好 我们看到吃完药以后 他的这个表现 以及他的这个反应 说一服 绝身壁 一服就是喝一次 不是吃完这一剂药 绝身壁 就是身上不通畅 身上不通畅 说 半日许在服 你看这就讲的是半天了 半天在服 半天那就是五六个小时 两酒就是他之间 比他短的 三服都尽 把三次都喝完了 那实际上就等于是一天 喝完了 其人如帽状 勿怪 如果他感觉到头昏 这个帽状呢 就是头昏的意思 像给盖上了一样 帽嘛 对不对 就像盖上了一样 就是头脑昏 既是猪妇 并走皮中 猪水气 未得除 故而 出现这些症状 他说的是 白猪父子 猪水气 水气呢 没有给去除 所以说 它会出现 如冒状的感觉 这就是说 吃完这个药以后的反应 那么这个到底是咋回事 张宁九是这么讲的 那我们现在怎么理解它呢 好 我们来看 这个药点延伸里边 我们讲一下 这个身体反痛不能自转侧 那我们为什么判断它是 无热 积热风湿呢 因为 他没有提 骨节疼痛 因为张宁九一会儿 他就要提 骨节疼痛 那就明确指骨头 那么这个显然是肌肉 因为不能转侧嘛 是吧 因此呢 单位肌肉疼痛 才会不能转侧 那么这个就 是现代医学的什么病呢 各种原因的肌炎 肌肉的炎症 那他浑身疼了 像这个风湿性肌痛了 就这一类病 或者是其他原因 引起的肌肉的炎症 它就出现一个全身疼痛 不能转侧 因为脉扶须耳色 提示 贵之父子汤 它的脉象 是虚的 那么它的症呢 就是一个虚症 也就是贵之父子汤 治疗的是虚症的 风湿性的肌炎 那么大边间小边自立者 去贵加白猪汤 我们都知道说白猪啊 是贱皮造实纸屑的 这儿大边间 说明很干 加白猪 说这可能错了 有人这么解 说这个错了 不应该用这个方子 而且讲的是小边自立 小边还是通畅的 那么这个如果说错了 那是基于现在的认识 其实现在认识也不全面 现在都知道白猪通变了 用生白猪通变效果极好 关键是要用量要足 那么这条实际上 就是后人之所以用白猪通变 还就是受这一条的启发 大边间加白猪 那就说明大边能 大边间能用白猪来治疗 实际上受这个启发 那么这一句话的提示 贵枝不异于大边肝硬 就是说如果大边很干 你就不要用贵枝了 你看它是去贵加白猪吗 它就告诉你 如果大边肝你就不要用了 其实我们在临腾上大边肝 肯定不会用肉贵 贵枝的 而且进一步提示 就是白猪可以治疗大边肝硬 治疗这种便秘 那么白猪它既可止血液 又可通变 这是它的功效 这种双向调节作用的药 才是一个真正的 补一味肠的良药 也就是说白猪的补一作用 对味肠大的补一作用 是确切的 因为脾胃虚弱 导致的腐泻你可以用 因为脾胃严重虚弱出现的便秘 你还可以用 所以说这个白猪是一个 中医必用的一个很安全的药 好 下面我们再看这个腹子 它的用量 说用腹子一枚 这一枚是多大量 我查文献 说一枚平均15到30克 这个量还是蛮大的 实际上我们都没有用到 但是虽然是15到30克量很大 但是它是分分三次吃的 这就是重计缓投 也就是这样吃不会有风险 但是如果一次吃进去就不行 就像我们这个吃饭 你一定要吃上六顿的饭 你就病了 如果六顿的饭你分成六次吃 就不难受 对吧 就跟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以后再用 这种烈性药的时候 一定是分着用 安全系数就高了 好 下面再看这个 衣服觉身臂 但人许再服 就半天以后再喝 三伏都尽其人如冒状 勿怪 既是诸妇 并走皮中诸水漆 为得除故耳 那么这里边一个是身杖 不疼 这是身臂 疼昏胀 那么这些是要考虑 是父子的用药过量的反应 不要说他失气没去完 那失气没去完 他的言论就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是父子的不良反应 虽然讲的说父子在那去尸了 没把他去了 实际上是父子本身的不良反应 说是诸妇 但是实际上给白猪没管 主要是父子的事 那么提示呢 这句话也同时提示 诸妇配偶能够治疗皮肤水肿 所以说我们在治疗水肿的时候 就经常是白猪父子配合起来 因为他告诉你了他能诸水器嘛 说明张仲景认可白猪父子沥水 所以说这也提示我们治疗水肿的时候可以 这两个要配物 那么这个方子有的时候太多了 有时候你寄不过来 说这个方子不好记 我们就把它这样来理解 贵之父子汤 不知道是啥吧 就是贵妇三元饮 三元饮就是江草枣贵妇 那么白猪父子汤呢 就是中妇三元饮 好 这样就好记了 这样就这个方子就记住了 好 我们再把这个风诗这个讲完 这个再讲这个风诗里边 前面凑理肌肉就差一个骨节了 无热的骨节风诗 那么他的表现是风诗相搏 骨节痛烦 撤痛不得屈身 禁止则痛惧 汗出短气小便不利 物风不欲其一或身为种者 甘草父子汤主之 你看这个讲得很明确 风诗骨节痛烦 它很明确的 撤痛不得屈身 你去动它的时候 疼得厉害不敢动 摸它疼得厉害 禁止则痛惧 一压它疼得厉害 但虽有汗出气短 小便量少 怕风或者是有身为种 那么它的治疗是甘草父子汤 那么甘草父子汤 这个方子也是比较简单的 父子白猪 甘草贵枝 你看这个像强远的方子合起来 把江枣去了 对吧 说又四位以水六升 竹取三升 去滋 把药渣子去了 温服一升 就是喝两百毫升 日三服 出服得微汗则解 如果稍微出点汗 这个就要好了 能使汗出复凡者 服五格 五格呢 是多少 一百毫升 是吧 如果能吃汗出 又出现烦了 那你就 这个服五格 恐一升多者 服六七格为妙 如果说觉得一升多 那也可以合成六七格 就是根据具体情况来定 好 这是这个原文串解 那么我们把这个要点 再做一个延伸 首先 这个甘草妇子汤 我们叫 我括号里边给它写了一个叫 富贵猪肝汤 为什么要这么讲呢 一会儿还有一个灵贵猪肝汤 这样你对着记 就把它的这些方子 你就理解的融会贯通了 那么富贵猪肝汤 就是甘草妇子汤 这是啥呢 杨虚风是形成的 各种关节炎 各种关节炎 是阳虚的 但虽有汗出短气 小边不利 怕冷的 那么就是用 富贵猪肝汤 那么在张六景 经贵药略 痰饮咳咳嗽病偏 还有一个灵贵猪肝汤 这个是指啥呢 指痰饮停留胃肠的 各种胃炎 合并 低血压的时候 就是用灵贵猪肝汤 就是用灵贵猪肝汤 那么它的表现呢 一个是胸斜直满 就是上腹部啊 觉得脏满 木旋 木旋就是眼前发黑 木旋就是眼前发黑 实际上就是胃不好 这个胃里边称胀的话 血流量不够 体力性低血压 它就出现了 眼前发黑 那么这是灵贵猪肝汤 在《伤寒论》第67条 它也有一个资料 外邪所致的 引流胃肠的 各种胃炎合并低血压的 是心下腻满 就是心口这个部位啊 胀满 气上冲胸 这个气上冲胸 明确的告诉你 气从胸下面来的 那么就是个爱气 因为张仲敬整个里边 也没提爱气 就像我们说语 他从来没提恶心一样 起季同学 就是起来的时候 眼前发黑 这实际上就是个体位性低血 那这里边就提出来 问题 父子可不可以用于引灵胃肠 那么灵贵猪肝汤 它是治疗引灵胃肠的 它能不能够治疗 腹瘤能不能治到肢瘤关节呢 同样都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灵贵猪肝架架腹子 合成一个方的话 无论引流胃肠 还是引流关节 肢瘤关节 都可以治 所以说这样的话 你这个方子 你就把它们合起来 因为都是 施血 一个是在胃肠 一个是在关节 而能去胃肠的 施血 也能去关节的 施血 所以说这点还合起来 合起来也就多了一个药 是吧 无论对哪张方子来讲 都是多了一个药 所以说它的 适应症就广了 各种施血 各个部位的都可以用 再一个小编不利 就是小编量少 这个我解释了 前面已经讲过了 绝对不是尿色痛 另外就是 这些的提示 汉初短气小编不利 物风不欲期 或是身为种 它提示我们什么呢 提示 有心功能不全的存在 为什么 一个是短气 短气呢 都是心肺功能 不好的一个表现 它也没说喘 极有可能 极有可能呢 就是心功能不全 而且它和骨骼疼痛 这些合在一起 它极有可能 是有风心病的 风湿性 心脏病 心功能不全 那么这个汉初是什么意思呢 汉初就是由于 交感神经功能抗进 心衰的时候 往往合并 有交感神经功能抗进 所以说可以出汗 那短气呢 这就是心功能异常 交感神经功能抗进 一个表现 那么小编不利呢 也是心功能不全 以后 肾脏血流灌度减少 所以说出现了小便不利 你看 这些都高度指向心功能不全 温暗方不欲去医 你看这心衰的人 四肢都是凉的 他怕冷 为什么 循环不好 所以说 物风不欲去医 这说明体表 学义循环 灌注不足 是这种就更证明 是心功能不全 体循环回流障碍 引起的 所以说甘草父子汤 它是治疗心功能不全的 伴随有心功能不全的 分尸类疾病 有骨戒疼痛 所以说 这个甘草父子汤呢 对有心功能不全的时候 更合适 好 这就是 诗币里边 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诗家 诗币 诗家 然后讲了这个封诗 封诗里边讲的最详细 而且封的最细了 凑理的 肌肉的 骨节的 你看他讲的非常细了 如果我们这样来解读 你还和现在临床结合不起来 那这个就是你今天没听好课 好吧 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 因为这些内容比较多 下面还有一个 阅病 阅病呢 也是施病的一种 但是这个阅病到底是个啥 有人说阅病是中暑 但是中暑 其实业病还不是中暑 好 我们下次再见了 谢谢 谢谢